国庆前夕 新疆军军某边防团神仙湾边防连的官兵们再一次踏上了巡逻路 巡逻路蜿蜒曲折 崎岖不平 路况异常复杂 车刚开出不久 唯一通往巡逻点位的路由于路面狭窄 无法继续前行 接下来巡逻官兵转入徒步巡逻 此次巡逻路段途经冰川 巡逻道路艰险 徒步时要穿越较厚的积雪区和犹如镜子一般光滑的冰面 加上高寒缺氧 环境十分危险 随着海拔的升高 由于连日的冰雪消融 冰面的湿滑给巡逻增添了不少天然障碍 官兵们相互配合 顺利走出冰川 一路上 连长马骁详细讲解着巡逻路上的各类主义事项 冰面下面就是冰河 颜色深的地方它吸收阳光 吸收阳光更多一些 冰面相对来说会更薄 所以说宁走白的我们宁愿烙着 烙着 要走白的不要走黑的 经过近一个多小时的艰难跋涉 官兵们终于胜利登顶 巡逻分队在生命禁区展示国旗宣誓主权 虽然没有鲜花和掌声 但对于每一个参加边防巡逻的中国军人而言 这都是最庄严 最幸福 最神圣的一刻 崇高的使命和光荣的职责 支持着官兵们在这极地高原上无所畏惧 大步向前 我巡逻官兵已到达点位 请祖国放心 大好和尘 村统国人